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讲一讲齐国最早记载的一个美女叫庄江 为什么说她美呢 诗经当中专门有一篇文章 就是来刻画她的美貌的 这一篇呢就是著名的魏丰硕人 她是齐国的公主太子的妹妹 那为什么她在魏丰里面呢 这是因为庄江呢她后来嫁给了魏庄公 所以呢叫庄江 她不同于我们之前讲的宜江啊 文江啊这些德行败坏的人 她呢在历史上呢 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很贤民 很贤惠的一个女人 所以呢这种又有美貌 品行又好的人 自然值得诗人为他做一首诗来赞美他 那么这首诗呢就是硕人 如果大家读过诗经 就非常了解这首诗 这首诗呢 自古以来被称作是刻画美女 刻画的最为成功的 后来人无论用什么文字来描写美女 都无出其右 都不能超过她 因为你只能排第二第三 第一呢永远是这首硕人 我们今天呢就讲一讲这个硕人 就讲一讲这个庄江啊 究竟这个诗里面是怎么刻画的 为什么这首诗后世对他的评价这么高 我谈谈我的看法 这个诗经呢 里面呢有几句呢 就有四句 其中第二句呢 重点呢就是讲他的这个外貌神态 也就是这个第二句这一段呢 被后世认为是经典 这一段呢 我先读一遍 然后再解释一下 然后再分析一下 叫手如柔宜 夫如宁之 领如求其 耻如枯析 琴首峨眉 巧笑倩兮 美目叛兮 他先 头四句呢 他是讲了 就是外形神态 就说这个女的呀 皮肤特别好 肤如宁脂 我们后代还是红豆梦里面呢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文学小说里面呢 经常见到这四个字 这个人皮肤真好啊 肤如宁脂 这个皮肤呢 就像油脂一样 有光泽又滑又嫩 皮肤致密 所以呢 这就是肤如宁脂 手如柔宜 柔宜呢 就是一种水当中长的一种 芦苇之类的植物 特别长又特别直 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指呢 又长又直又整齐 然后呢 这个牙齿呢 就像那个刮的那个 籽一样整齐的排列 这前面说的这么多 这个是静态的画面 他后面给出了八个字 特别传神 叫巧笑倩息 美目叛息 这八个字 这个真的是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巧笑就是临巧的巧 笑微笑 倩息 哎呀 他笑起来的样子 好美呀 巧笑倩息 他用了一个巧笑 你像一个女的呀 你如果在那儿哈哈大笑 这个就显得就特别没有美感 他用了一个巧笑 就显得这种很灵巧 又很激谨 聪明 又很睿智 就是巧笑倩息 就是巧笑倩息 美目叛息 然后很美的这个眼睛 盼 盼呢 就是看着远处 所以呢 你看这个 他用了一个笑 用了一个盼 这两个神态 立马 立马将这一个画面盘活了 然后真的是给人一个无限的想象的一个画面 所以呢 能留给人想象的往往呢是最深刻的最经典的 所以后人呢 所以后人呢写无论怎么刻画都无法达到诗经里面这个境界 不能达到这种若有若无 动静结合的神态 要说比较接近的可能就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了 蒙娜丽莎呢 之所以那么经典 是因为大家关注在他的那种微笑 他的那种神态上面 他给人以遐想的空间 他是活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古人呢 用文字 把这一幅画面给勾画出来 确实是诗中有话 那么庄江呢 他呢 跟文江啊 宜江啊 不同之处 不仅在于 他的品质 高尚 是个贤贵的女人 更重要的是 他呢 出生的年代呀 也是很早的 他是 卢颖公时期的人 卢颖公是 春秋左世传 庄江呢 可以说是齐国的 记载的第一位大美女 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诗经里面 所刻画的最成功的这个美女 或是这个硕人篇 讲述的就是庄江 魏庄公的夫人 那么魏庄公的夫人呢 他呢自然就牵涉到这个魏国的一段历史 魏国的这一段历史呢 里面呢 有一个故事叫大义灭亲 这牵涉到这个庄江的两个孩子 当然都不是他亲生的 我们下期再讲 他的两个孩子 以及这个大义灭亲的故事 好 谢谢大家收听本期